刚刚讲的部分,后面我就不demo了 最后的话,我刚刚主要是第二个部分 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是从网页上面的部分 把它做成一个串列,然后一个一个把它get出来 这个地方我有用一个function 所以写function的方法,前面讲过了 当然你不写function也可以 只是你如果不写function,程式一定会相对的比较乱一点 结构感觉比较没有像这么整齐 至于第二段跟第一段有什么差别 如果想要知道,自己来比较看看 或者甚至,自己可以怎么样 先把第一段拿去学,先写完看看 然后自己再改成第二段 最后的话,把它存档 存档的话,其实差别是什么 也是一样 把print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把它串成一个字串 然后再用return,把它return回来 所以第二段程式没有return词 第三段的话才有return return之后的话 我们再用fw物件去open一个档案 档案的名称叫这个 后面用A模式 A模式就是说穿在下面 你不用w模式,一直盖一直盖 然后就把return的东西怎么样 分别再return进去就好 这个其实跟之前有一个案例 是合并全程邮局地址 差不多 所以这个部分 也许请各位自己再练习看看 不见得一定要照我的 我只是提供给各位一个方向 写的方法 没有一定要跟我写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不过前提是要写正确 写正确之后的话 还要写精简 不过先写正确 再求精简 而且你刚开始可能写的很多 没关系 你可以慢慢慢慢在 让你的程式看起来越来越干净 越来越精简 先求没有bug OK 细节部分请各位自行再来完成 因为有些东西真的需要练习 而且需要不断的磨练 OK 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就先到此打住了 那接下来的话 今天剩下的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再来看第十二个单元 图表绘制 跟那个MathPriLab这个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这个绘图要怎么绘图 在那个MathPriLab这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官网 官网里面的话 也提供了非常的Documention 就是它的什么呢 它的相关的文件这边有 Example这边也有 所以以后你要画哪一种图 有没有 其实这里面都有 比如说你要画什么 画这种像这种折线图 有没有 怎么画你如果不会的话 这边底下都有Source 反正你可以参考 照着做总会吧 修改总会吧 所以里面的话包入万象 这Example太多了 看你要画哪一种图 上面都有 你就拿来参考一下 主要就是说你要知道该怎么画 提供给它什么东西 它帮你绘制出什么样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如果绘制图 那里面的话有几个Format 可能要知道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里面的颜色 比如说Color给什么标签 它帮你绘制什么颜色 LightStyle 比如说你那个线 预计色是就是实线 另外如果你要虚线 如果虚线加点 或者是冒号等等的 另外的话Mark 有没有什么Mark 可以再加上去的话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 可以绘制一个最简单的图 这个图的话 折线图 这个预设 所以在MathPriLab里面 它预设的就是一个蓝色的 粗细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我今天要绘制一个图 首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怎么绘制 当然第一个你需要提供给它两个资料 一个是X轴 一个是Y轴的串列 OK 特别说需要的是串列 你不能给它其他资料 所以一定要是串列 那我们利用那个MathPriLab 来绘制 首先的话第一个 也许请各位 先大概先看一下第12个单元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逐一来看 比如说我们绘制完第一个之后 怎么修改 它的线条样式 然后怎么样再把它换个颜色 并且加第二个折线图 然后并且变更它的范围 另外再加上所谓的X轴跟Y轴 还有主标题 另外图例怎么加上去 还有线条的粗细怎么变更等等的 并且如果我今天不要用折线图 我想要改成所谓的长条图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诸如此类的 或者甚至圆丙图 这个比较基本的图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练习 如果从外部 假设有点像读取 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学生成期 我如果要把这个学生成期 比如刘小华 又知道什么丁大宇 这几个人的成期 我要怎么把它读进来 并且分别会是多个折线图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PriLab 这个其实可以做的很复杂的图 我刚刚讲过说 能够画的图形 上面其实它都有一些demo 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用类似的原理原则 就可以丢资料给他 他可以再给他一些参数 他可以自动工工跑出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底下 这些图我想已经够复杂了 太多 一堆 那主要的话 资料该给哪些东西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一个个来看 第一个 如果我要绘制这个图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第一个 画出第一个折线图 这个折线图的话 里面需要哪些资料 第一个 当然我们要执行之前 还是一样 你需要去安装 这个prilab这个东西 安装的方法 其实也跟前面一样 所以我就不赘述了 其实反正你就是 在我们的 这个 这个python下 也是执行刚刚的指令 这个python 一杠 m 然后 这个pipe install man prilab 这个把它安装起来 第一个 装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 特别注意 因为我需要给两个串列 如果我要画预设的折线图的话 那第一个的话 我给 第一个串列 叫list x 比起来list y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跑这个地方 等于是1到16 这个地方的话 那要跑什么呢 list 这个y y的部分的话 给它一个折线 这个高高低低的 最高是80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区块的 从这边到这边 OK 那把这两个串列分别 丢给这个 这个prilab这个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有一个 这个prilab的方法 就是让它去跑什么 这个折线图 然后把x 放到第一个参数 y放到第二个参数 那你会发现 它预设 它就会自动帮我跑出 这种高高低低 按照什么 按照y轴的高度 所以第一个15 第二个50 第二个50在这里 第三个80跑到这里 一个一个帮我把这个 折线的部分把它画出来 第一个 那你想说 可是老师这有点太单调了 可不可以让它漂亮一些些 包含什么颜色 可不可以不要改成蓝色的 可不可以改成红色或其他颜色 那线条样式可不可以变更一下 其实可以 哪个地方可以改 所以第二个 我们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可以底下这个 我把它用这个 这一行程式 那里面你会发现 哪些地方可以变更 第一个 Color 你可以在什么 一样把这个两个串列就给它 那颜色的话 Color部分 你可以看 这个也是蓝色 如果你要更改成别的颜色的话 我这上面有一个 或者你可以参考那个 就是 官网上面的叙述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给什么 其他颜色 比如说我改红色的话 也许你这边的话 不要补入 我把它改成 All right OK 然后 这个 线的宽度 Wiz等于3 当然你这个宽度可以自己先再修改 另外LightStyle可以 LightStyle部分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这边有一些相关的LightStyle在这里 有没有 大概这些样式 或者你可以参考官网 看有没有其他样式 另外的话还可以多一个什么 所谓的Label Label就标签 没有 如果这是男生的曲线 我把它执行一下 OK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话颜色就出现了 红色 那 那这个地方的话LightStyle 宽度的话大概就3 其他那你可以调整 只是你会发现 老师你不是说那个Label吗 Label 实际上 如果你们有学过Label 就是所谓的图例 有没有 图例 应该有知道这东西吧 那只是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图例没出现 特别注意 如果你里面有Label的话 如果你要让它出现的话 请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再多一个叙述 什么叙述 就是你要在这个地方 在秀之前 你必须要多一个什么Legend 跟他讲说 哎呦 要显示图例 不然的话没有加这一行 它图例不会出现 OK 有没有 图例出现 另外这个图例的位置 预设是在右上 如果你不想要放在右上 左上也可以 只是说后面还要再加个参数 参数请自行查一下 他有一些加一个Legend 后面可以再带一个参数 放哪个位置 OK 好 那画一条之后 如果你想说 老师我如果除了male 还有个female 女生的话怎么办 所以底下的话 我再带另外一个female 如果我要画另外一条线的话 那我底下 其实还可以再加什么 List X2 然后分别给这些参数 然后Y的话 给另外一些参数 然后一样把这些东西放进来 只是说我把颜色改一下 也许这边把它改green好了 或者把它改 改green好了 OK 颜色不要一样 然后线条样式也改一下 那如果标签的话就female OK 所以又多一个 有没有 等于是 给两 一样两个串列 然后呢 把它放在那个 plt这个物件底下有个price price这个方法 然后分别就把两个串列给 然后color with跟lifestyle label分别给 那再来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你会发现 它就画出两条线出来 有没有 当然如果你还有第三条 你就再给第三个串列 第四个 有没有 所以很多人的相关成绩 就可以直接画上去的 另外宽度有没有 with这个是 这个宽度是3 这个是3 下面这个5 5的话就相对的 大概是5个像素吧 不过你会发现 它这个图 它的位置 它会自动调整 所以如果你 假如说你要换固定位置 这边可以查一下 可以带个参数 再来的话 因为同学老师 那这地方 如果我今天感觉好像还 希望变更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让这个图怎么样 这边可以延伸出去到20 这边的话可以再延伸出去到100 不然的话感觉好像拥挤 因为这张图看起来延伸性不够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另外你可以带一个price的参数 什么参数 叫x x lyn 你就0到20指的是 x的 它的这个 最宽的值到哪里 初子值到结束值 其子值到y的值 所以你会发现值行的话 xlyn跟ylyn 你会发现这边到100 这边到20 OK 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最后你想说 老师这个图已经很接近 但是我希望呢 能够给我一个上面主标题 然后呢 x有x的标题 副标题 y轴有y轴的标题 这个要怎么做 其实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再加的话 你可以怎么 再加上 这个plt 这个物件 如果你加title的话 点title 然后呢 你叫pocket money pocket money是什么 口袋的钱 中文意思是什么 对 就零用钱 OK 零用金 反正都一样 pocket money 有时候 有时候其实你会听不懂英文 不是说你听不懂 是因为他们习惯用语跟你不一样 跟你想的不一样 所以有的人习惯什么 零用钱 请翻译成英文 零用钱 那你看照翻 翻了之后 反而美国人听不懂 这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OK 反而那个什么 你用pocket money 他就知道了 OK 像以前不是人山人海 我们不是说 什么 人山人海 英文怎么讲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 你会觉得外国人听得懂 后来发现电影里面奇怪 为什么他们都讲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因为他们觉得很好笑 然后后来很好笑就把它记起来了 因为他觉得是一个笑话 他觉得笑话变成 走了之后变成什么 他们也 讲错就错 对 有点类似那种 我感觉奇怪 为什么 不是我们才会这样讲这么可笑的英文吗 结果没想到可笑英文变成常用语 OK 所以有时候你讲的 有些话他觉得 他会变得慢慢习惯 字的大小 Fall size 24 OK 然后呢 如果Axlabel Axlabel就是副标题 然后Y轴的标题 size都是16 male跟female 把它执行比如看一下 你会发现吗 这个时候的话 这边呢 特别注意哦 pocket money 出现了 在这里 male 这是Axl的 这个是16 这是24 字大概这么大 这个的话呢 就是Y轴的 OK 应该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个范例呢 云端上都有 我是一段一段的分析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最后画出来的图 那再来的话呢 你还可以把它改成 折线图改成直条图 或者改成圆柄图 或者改成其他图 方法都差不多 只是说这个地方呢 这个套件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今天 把pocket money 改成什么 改成中文的话 比如改成零用金 零用金 当然中文 我们想应该没有问题 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知情 零用金 诶 零用金 考到这边之后的话呢 哇 变三个框框 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不支援中文 不支援中文 那以后如果要画个上面有中文讯息的资料怎么办 那全部都要翻译成英文吗 那你可能会被老本骂死 麻烦 不好意思 这个不支援中文 如果你要用的话 请你去用Power BI Power BI 就没问题 那不行啊 所以怎么办呢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里面内建的字型档 字型档 TTF 或TTE 有没有 应该知道字型档吧 你们应该有装过那个华康吧 华康字型有没有 他都是点TTF的副档名 那这个TTF呢 他的字型档 里面呢 只有英文 跟数字 还有一些符号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解决问题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是 喂给他一个我们的中文的TTF 比如说标凯体 中黑体之类的 或者是什么 星系名体 然后呢 再设定档 变更一下 说你的预设的TTF 字型档 是用我们中文这个就好 那就可以变更 但是 有点麻烦 那边 还是要改 那这没办法 因为他自有软体 很多东西的话 变成要自己去变更 可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做的 这个刚刚讲的部分 全部都在那个云端上面 我是一个段落 颜色 线条 样式等等的 然后另外再加一个 其实都加到底下 一个一个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长条图部分 那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也就是说呢 可以先了解一下 如何绘制一个 基本的图形 透过这个程式的方式 也帮我们把它绘制出来 所以其实就带一些参数进来 就OK了